万圣捷街头狂欢 成了完命大逃窜 美国时间11月1号凌晨 各地彻夜参与万圣捷派对之际 佛州奥兰多市市中心 竟混入一名枪手 鬼鬼祟祟游荡后 直接在现场两个不同地点开枪 众人四处奔逃 许多变装民众重担受伤 倒在地上流血 警方到处帮忙止血 进行心肺复苏 现场一片狼藉 大批人潮逃进附近商家或巷弄 附近一栋公寓大楼 也特别开放大庭避难 警方户报后火速到场逮人 随后证实造成多人死伤的犯案 枪手艾德嘉年仅17岁 去年就曾因重大窃盗罪被捕 之后又获释 目前还在调查枪击犯案动机 巧合的是嫌犯哥哥当天也在现场 但浑然不知弟弟正在犯案 事后相当痛心 尽管嫌犯是未成年 但佛州检察官表明将把他当作成年人起诉 不过截至11月1号为止 美国至少造成四人死伤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今年已发生441起 加上佛州去年颁布新法 允许大多数人可以无证 携带隐蔽武器 让今年的万圣节因为无法执行安检而变调 狂欢民众恐怕没想过 现场最让人恐惧的竟是货真价实的枪击犯 小新闻一会儿就报道